準備11月5號 與上海和香港兩地同步上市的螞蟻集團 在實際控制人馬雲等人被中共監管約談後 11月3號再爆震撼彈 上海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 當晚先後公布暫緩螞蟻集團 在上海科創板和香港主板上市 螞蟻集團最近進行首次公開募股 原計畫是在上海和香港上市集資 344億美元 集資的規模號稱是全球IPO第一 由於馬雲一向被認為是中共權貴的白手套 因此外界認為螞蟻集團的IPO背後 有一大批中共高層在圈前 現在突然暫緩上市 背後的利益鬥爭令人關注 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網站 10月26號發布中文版《2019中國人權報告》 大陸民眾可以不翻牆閱讀 報告關注法輪功等宗教團體受迫害的情況 其中七次提到了法輪功 報告說一些活動人士和團體繼續指控中共政府 強行摘取良心犯 尤其是法輪功成員的器官 並指控中共偽造器官捐贈數據 報告特別提到 中共用行政拘留手段來恐嚇政治與宗教維權人士 並阻止公開示威 其中之一是用於拘留政治活動人士的宗教信徒 尤其是針對法輪功學員的法治教育中心 也就是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的洗腦班 報告中還提及了兩位仍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便利潮》和《馬鎮宇》 這份報告的英文版 今年3月11號已經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發布 四川綿陽市北川縣法輪功學員蔣立斌 因為長期遭中共迫害 上個月含冤離世 年僅59歲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蔣立斌夫婦因為身患疾病而修煉法輪功 練功後短短時間內身體就獲得了健康 2009年北川縣國保大隊長和安昌派出所所長 無故闖入他家 將他們夫婦綁架到看守所 並搶走他們經營米粉店的資金 在被非法關押197天之後 蔣立斌遭非法判刑 三年緩刑五年 但在2015年 他又被直接綁架到加州監獄迫害 2018年出獄時 他已經被迫害的全身浮腫無力 而當地公安派出所社區人員 在他回家後仍然不間斷的上門騷擾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 蔣立斌在10月13號晚間突然口吐鮮血 不幸離世 明慧網說 這是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欠下的又一筆血債